我们呢,暂缓实行,然后进行检讨。 我只能告诉你,我们会议记录是这样的状况。 你记录在会议里面吗,那个距离的, 会议那个记录呢,是官方经历, 我真的是向外公布,给我们现在政府的决定, 是暂缓执行的相关指南里面引起正义的条文, 然后进行检讨。 不过有人质疑为什么要用暂缓执行, 而不是直接把它... 你要检讨嘛,你要检讨嘛,你要检讨。 你要检讨。你要检讨。你要检讨。 你要检讨。你要检讨。你要检讨。 你要检讨。你要检讨。然后检讨。 然后怎样修改才能改才能说法。 你现在取消也不公平吗? 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条文出现吗? 它的理由是什么东西吗?对不对? 这些取消是不公平吗? 这些取消是不公平吗? 现在占款执行要进行检讨,对你有坏处吗? 对这个人有坏处吗? 至于有关你当你有愿意辞职那个事情, 你会不会收回还是什么? 因为有一些议员觉得你有没有必要这样子就... 那个是记者,为什么会漏掉那一条文章? 我都会告诉你啊,漏掉那个, 你看那个都还要注意,就是谁漏掉, 为什么会漏掉吗?不需要吧! 如果你认为我这样做还不够,我都能道歉啊! 我这样讲我负全责,你认得还不够! 如果大家认为我不够,要我辞职我也可以啊! 你看都有录影的嘛,看录影! 你看我世界什么情侣,什么contact 你们讲的嘛! 如果说大家认为我这样还不够,我负起全责了还不够! 要去向政府,要去暂缓,要去检讨还不够! 要我辞职也可以啊! 如果你这么严重到需要辞职也可以! 那不够是反应! 那个,Mr. Kinney,也有那个视频啊! 好像没有看到,我这样讲嘛! 我其实一开始这个课题,不是所有媒体都有报道的, 只是其中一家媒体写出来这个东西, 所以接下来才会让你们去回应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也是有需要知道说,那份指南到底是, 就是可能你可以亲自跟我们讲一下它是怎样的情况? 那你也没有看过那个指南, 对,才不会说... 那指南怎么就泡到这样了? 不想,谁可以吃的? 对啊!所以你们自己讲啊! 你们自己承认,你们都没有看,你们就起哄了嘛! 对不对! 那么你们就自己回去做功课啦! 这个功课,我不会带你们做功课的! 而且,你们还登出头版啊! 哇!你看! 槟城州各个宗教的摩拜场合可以在一起! 马里又讲了这样! 好像五十两个州没有这样! 我觉得这样的报导不是很公平吧! 哇!你看!这些都... 但是,你看我们八神也是啊! 在周园一宫里面,有回教堂,新都教堂, 西克教堂,华人神庙,天主教堂,都有啊! 但是,在那个报导里面没有! 军州的头版里面! 哇!看各州的都可以! 将来不是! 好像雪岚各州没有这回事! 这样的报导不是! 明显不必要受益不安! 我如果说要推平政府! 当然,任何人都可以推平政府! 针对任何大小事情都可以推平政府! 但是,我觉得在新闻的呈现啊! 应该不要引起的问题! 我好喜欢雪岸这州! 各宗教是不应该在一起的! 插星那两天,你们都不知道! 所以怀病,我们现在也希望你跟我讲清楚! 那我们就不会写错误啊!之类的! 我讲得很凌厨啊! 现在允许争啊! 你们都报导了,关了争议! 那我就好! 你们报导了关争议! 我们暂缓执行! 那都是新的里面的嘛! 可是那一切是存在一些问题嘛! 如果媒体没有及时去发掘去竞争的话, 可能你不会说你们会暂缓执行! 走到这一步嘛! 没有!我没有反对! 我们没有反对报导! 因为我们媒体也是有建筑权的! 我没有反对!绝对没有反对! 但是你想一下,第一个报导出来的情况是 在没有问我们的情况之下,有这样的条文 就讲了,哎呀!你看这个条文不对不对! 然后还不知道呢!现有的莫拜长的会受影响! 这个是只能写字节未来的! 不然将来嘛! 不叫发展的标准! 那他叫紫然嘛! 那之前如果说,你在还没有报导之前 你问我们一下这个情况怎么样! 那我们会解释! 那你出来的报导是很平衡嘛! 有这样的担忧! 有这样的回答! 那么,就不会引起! 第二天,大家真的一起报导吗? 星期六出来! 礼拜天,大家跟你报导了! 为什么这样? 星期五会,星期一! 星期六出来吧! 对! 我有一天,你问一下! 等一下,我这个还没有讲完! 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东西要给,我觉得到张,每一期间也有点担忍! 这指南到底是通过了吗? 1月1号已经通过了? 10月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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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们在指南,这个问题! 10月,指南在星陣议会通过! 然后1月1号,执行! 就可以执行了吧! 嗯! 执行! 执行! 这个执行也是怎么执行呢? 你们了解,这个是一个规划的指南! 就是,主要呢,会用到这个指南的是发展商! 他们是最主要的! 为什么呢? 还要发展一片地,要有多少保留地去学校,多少保留地也回教堂,其导师,被回教的这个宗教摩拜场合! 那么,路要有多宽,水沟要多大要多深,要保留多少百分比的土地作为停车场! 每一个停车位要有多大,要多长多宽,这些都在里面! 因为,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指南,没有这样的指南的话,发展相不可适从! 那路要多大?保留地,要保留地要多大?超长百分比! 我们现在都投诉,政府以前没有监督,我们地方没有游乐场,没有操场! 那个要规划吗?要多大? 你一个发展区,有多少人口就要有多大的这个操场? 一定要有一个指南,要不然巴生讲一套,巴打铃讲一套,乌鲁士讲一套,不能吗?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标准,一个指南嘛! 所以这个指南已经不是第一,刚刚出来办了,北京出来这么久了,第三期了嘛! 所以这个指南用意在这里,规划新的申请,是怎么样的? 不是有看肉眼,所以这个就通过了吗? 不是看肉眼,我昨天的,我今天那个事情交代很清楚了,这是重复了! 我都说了,这个东西,大家要交到行政院之前,然后我就交给诗盐,要求诗盐看过! 那诗盐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住页住页的看了,然后就告诉我大概有二十多点,是有问题的,有错误的,或者是有争议性的 那么,他就跟我报告之后呢,我就跟你官员官员开会,他说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所以要求他去做修改 那么过后呢,在还没提成之前呢,我就问问他,这个有争议性开会的,你修改了没有,看修好了 修好了,那么,我就没有要求再,自己再看过一次,所以才看,后来才发现到,有漏掉的 漏掉也不是这个人,还有别的,有漏掉的 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前天,我承认,哎呀,是我的疏忽,没有再过目一次 并不是我们没有发觉到,我们之前,十页之前就发觉到,那么过后就,就没有再次过目,修订版 然后它通过了,然后,即使到现在,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直到八章八辣都有出现的,这个就行,好,这样我就走 但是,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那报导出现的时候,至少问过我们的理解,我才知道什么事情 那么,报导出来是,星期六,礼拜天,我们也没上班 我也没有办法招见官员,没有办法拿到尾关的文件嘛 那我赶在星期一早上做好这个功课 所以,招待一些招联,招待给大家说,哦,其实是这样的问题出现 就能够招待得清楚详细的 如果是这样子,我们会不会是讲说,是那一位官员的施责,造成这一丝的争议出现的 这个是 政府会不会对它采取什么 没有,这个是我们内部的问题 不管谁做错详的错误,我作为,我不责 我自己扛起这个责任,来将它检讨的 那么,事物的,我要扛起这个责任 内部我们就要处理,那就是这一回事 所以,所谓的,我们也要,我们讲的 人有犯错嘛,他可能也不小心 那么,我们这个事情要对付他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报道了错误啊,我们有时候道歉都没有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曾经是这样而已 那曾经是这样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在出现的时候我发现到 当时我没有再重复看一次 然后我把这责任填起来 如果我当时,有再看过一次 可能我就知道,这个没有改,就解决了 但是,其实没有 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 那么,为什么要追究那关系 追究关系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对外,我已经承担了,你还要去找班员嘛 对不对 在日本 火车出事了 部长辞职呢 是部长,你没有理会找去找那个 不是部长在开火车嘛 为什么没有人去追究是谁啊 那个是另外一次的 交通就怎样辞职 日本交通就怎样辞职 他们辞职啊 对不对 做了很严重的东西 上面的人辞职嘛 不是先去找追究那个理念 追究那个 这就是过后的事情 内部的事情 但是,对外交代必须由最高长官人负责嘛 这样可以嘛 而,我觉得到我这个级别已经过了 不用追究那理念 就是追究是我内部的事情 不需要相关交代 对啊 那这个检讨过后 是不是会有一个会议还是怎么样 当然检讨过后 大家交给新政议会嘛 那到时有一个定案会在开PC嘛 开会没有开PC 不要紧,重要是 有没有改,改了 有没有改 是不是同意改 那这才是重点嘛 对不对 改,为什么改 不改,为什么不改 这个交代嘛 对不对 这个不交代 这个不交代 你们有没有很快发觉的吗 因为会发出去的嘛 那你觉得有可能 几时大概会几时会有一个 下文 这个事情呢 这个指南的事情 不是在我部分 主要 有些 每个官员不是我部分 我管什么 我管 造商引支 我管的是工业,商业 造商引支 交通 中小星期 这个不关我的事了 因为这个指南是谁 交给地方政府嘛 发展商业申请 地方政府申请嘛 地方政府的官员 按照这个指南 来确定有没有符合吗 但是啊 但是我觉得 哎,关系有 所以我去叫事业员 去看看 这个是我 我是说 多做一个关系 这样 哪里的事业员 诶,呆停啊 哪里的事业啊 吃思伟啊 我请他来这边啊 下次你说 诶,几趟 我曾思伟有看过吗 对,他花了几个礼拜时间 我非常佩服他 所以他找出了很多 错误的也有 真意性的 他都做了这个工作 对对 我其实要非常感谢他 他没有看的话 我没有 我也不知道 问题可以问一下 就是 好像 拉西夫啊 他们拿那些 DAP的一些 走立员有说 其实前朝 什么拉西夫啊 拉西夫啊 拉西夫啊 拉西夫 所以所以 和一些 DAP leader 有讲说 前朝政府好像马华 执政的时代 这些条文已经存在了 就是 在第二版本的时候 你们有把这些 争议性的筹调 对吗 我们是这样讲 就是说来到第三版本 才突然间又出现 对吗 这个东西的情况是 其实很看似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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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已经DETECT到 我的誓言 DETECT到 DETECT到 我就叫官人来 这个 这样第三版本 没有拿回第二版本的 来诚心弄吗 就是 这么会 第二版本 它 多加调整第三版本 对 所以现在是 出了问题 因为他们讲 这个争议性的问题 以前第一版本 马华执政的时代 就有存在了 第二版本 你们就把这些东西抽掉了 可是第三版本又放回来了 所以就是 是加到 不小心加到 所以我们叫官人删掉 他就没有去做到 他就没有去做到 为什么没有拿第二版本 为什么拿掉了 你不明白吗 但你要重新 你是不是 都要去检讨 你这个问题很奇怪 你知道吗 你就是想说 你可以拿一个版本 来直接弄 不需要再 什么叫检讨 检讨 就看过嘛 他看过了 也觉得这个 有人居然说 叫检讨嘛 因为有一些人疑惑 不是我 没有这个问题 就比你这个疑惑 有一些人会疑惑 觉得说 为什么抽掉 因为就是知道是 争议性炒掉了 所以做一些 可是第三版本 那个是七年前的事情 七年前负责的官员都不同了 对不对 但是他们是说 可以拿回第二版本的 因为这个就是笨的人 马化这种笨的 疑蠢的头脑 在想这种东西 检讨当然会有真山 或者保留现状 不能说 放原本的就是 这不叫检讨了 检讨就要看 有没有必要 真山或者保留 对不对